厉害 长拳 因为打得远嘛 打得远推得重 所以说叫长拳 在一般人 这种人不会出手的 因为你出手赢的时候都丢人了 你赢了人家 昨天举个军事一个朋友 去打人家 丢人的 很丢人的 跟这些人都问他 他会怎么打他 谁对谁错 要不底放开 为了欠要抢什么生意 这个人丢不起的 不可以的 很丢人 有公论嘛 到最后都到老头子那了 老头子那回请客 骂一对 就给牧牧师兄道歉 那丢人的事 自个大自个还要去炒闹 还要闹得大家都晓得 这个人丢不起的了 跟师父骂一对 好了 就这个人找麻烦对吧 就是有麻烦的人 这是个麻烦分子 哇 最后师父请大家吃一对 这种事 以后小心了 这种事 绝对不要 对 丢人 不要因为这种问题而出名 对吧 对 丢人 丢大的 什么都可以要 偷 抢 盗 不要 什么都要 这种东西不要 听懂 听懂 一进门他就跟你讲得很清楚 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 我不能做 进门就是练武的时候 是吧 拜师的时候 拜师的时候 要去外面 是生非 对 讲得清清楚楚 那有的时候 人家 真的有的是 低皮流氓 找麻烦 上门怎么 怎么办 师父去啊 师父真的去啊 因为 你见大了师父 讲报庭的话 都有 有量下去 起码这个背后很硬 要么是警察局的 要么是军队的 有靠山的 有背景 并不是 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 根本就不懂 看着 有的邻居在那里 吵架 啊 闹啊 打呀 又干什么 干得去 我怎么回事 就叫他们两家不合 不必要抢一个水警 在那闹 那我们就想上来 就会笑笑 在这时候有什么好闹的 不要了嘛 咱就打一口嘛 可会这样想 可能你手里有 你就晓得 不能这样想 不能让 让了你们这一个派 抬不起头来 不是你丢人 你师父丢不起这个人 你师父要混啊 你跨下去了 人山被人骑 马山被人骑是吧 对对对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能够退 不能够让步 让步的话 变成个别山了 对就对 错就错 是我们错了 道歉 师父请客 是我们 我们不退了 讲什么也不退 要是不合理的话 不能够让步 让步的话就是 没有原则 对 那个时候那个老大 已经到了 到了快顶尖的老大了 好几个老大快快要见面了 已经满僵的嘛 僵掉了嘛 他们聚在一块就解决了 没事 吃准饭 老大请客 没事了 就那么简单 要不然就可能会闹得好厉害 闹得好难看 大家脸上无光 对啊 所以有他的这个组织的道理 因为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现在就是要组织你们两个人 互相攻击 对不对 对对 不是好事 对 他们说要讲理 讲理 讲道理 拿了一块错了 这个回下去 让他老大去道歉吧 没人管 人家又不能管 丢人的事能管吧 不能管 我同学当家头 我怎么办呢 你管吧不管 想办法就欠面 给几个钱 那会怎么样 大会欠了 这样就好好吃了 就去聊 就那么简单 非常非常有意思 很麻烦 是吧 非常有意思的 听懂